女人被做成了芭比娃娃 她睁开眼发现 自己只有眼睛能动 这时一个胖妞走了过来 她将女人的手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在上面插上针管 放眼看去 桌子上还有另外两个娃娃 和女人一样 她们也只有眼睛能动 随后胖妞拿来一个茶壶 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龙井 似乎在举行着一场茶话会 胖妞一脸邪恶地打量着几人 女人害怕极了 双眼一满了泪水 随后她的眼睛就开始磨 她这才意识到 胖妞给她们注射的是尼奥 为了成功离开这里 她用手不断地碰击着茶杯 虽然她的手不听使唤 可她还是成功地将杯子弄到了地上 这时胖妞听到了动静 本以为她会去厨房换个新的 可她竟然将茶杯捡了起来 然后重新放在了桌子上 还恶狠狠地瞪了女人一眼 幸运的是 胖妞竟然离开了房间 女人见时机已到 猛地撕下了针管 随后她起身准备离开 可诡异的是 无论她怎么走 自己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焦急万分地她一不小心半倒在地上 这时她发现自己好像站不起来了 于是便拼命地往前爬去 可很快她就发现 下半身竟然没了知觉 回头一看 双腿竟然变成了塑料 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继续着往前爬去 然而紧过了三秒钟 手臂也变成了塑料掉了下来 最终女人只剩下一个脑袋 还好这只是一场梦 这个女人被做成了芭比娃娃 她扯下针管 拼命地向着屋外跑去 可无论她怎么跑 自己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随后她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她连忙想要起身 可双腿已经不听手了 于是便拼尽全力地往前爬 然而下一秒 双腿就变成了两节塑料断在了地上 女人直接傻眼了 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她继续着往前爬去 可刚爬了两下 手臂也扑通掉在了地上 最后的她只剩下一个脑袋 还好只是一场梦 而在另一边 警方在游乐场发现了一具尸体 凶手将她打扮成洋娃娃 细心的警员发现 由此可以判断 凶手应该是名女性 随后他们将尸体带回了警局 经过法医的鉴定 发现尸体内残留着一种精神药物 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并且他们发现 死者身上的衣服十分地特别 随后他们拿着衣服来到了各个服装店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卖的 这是一个店主似乎认识这件衣服 他告诉警方 这件衣服样式很老 只有几十年前的玩具工厂才有 警方连忙赶到了镇上的唯一一家玩具工厂 果然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娃娃衣服 而警方手里的衣服 正是屏幕上的胖妞购买的 这个女人被做成了芭比娃娃 她趁着凶手不在时 偷偷地准备打电话报警 她拼尽全力终于购到了电话 然而里面竟然没有信号 就在这时 凶手突然回来了 她连忙回到了原位置 可凶手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地上散落着电话和娃娃的手臂 她拿起剪刀 静直地走向了她的三个娃娃门 她发现女人的手臂上有爬行的痕迹 于是便举起剪刀准备动手 不料警方突然赶到 胖妞害怕地躲在椅子后面 她的行为很像一个小朋友 原来她的父亲患有练童皮 经常用娃娃来引诱小女孩 甚至还变态地猥亵了她们 而这一幕正好被胖妞撞见 于是父亲便将魔爪伸向了她 还给她的脑部做了电击治疗 这也就导致胖妞的智商 只有十岁女孩那么高 因为家里有很多芭比娃娃 所以胖妞从小就非常喜欢 为了让胖妞放下剪刀 警员拿来了一箱的芭比娃娃 胖妞开心地走上前 她打开箱子 瞬间喜欢得不得了 而警员也趁机救下了 屋内的三名受害者 故事的结尾 胖妞的父亲被成功逮捕 至此影片结束